練習煮三餐 小心全家省出病喔 聽起來好像有怨言的聲音 不想生病是不是 是 東西吃不完 隔餐加熱再吃 媽媽滷的一大鍋肉 三餐配飯還可以省菜錢 這些都是省錢居家必備的 飲食習慣 但是你知道嗎 這樣的省錢方式 可是會造成盛況衰竭 癌症 甚至是死亡的危機喔 究竟這些剩菜剩飯中 到底有哪些可怕的致命因子呢 我們又有哪些可以避免 並且解決的方式呢 今天的節目邀請到 內科教授林杰良 營養師林佳記 醫藥記者洪舒欣 以及三位特別來賓余皓然 阿布 琪琪 要來一起討論喔 說是說我們有一點懷疑說 這次是危言聳聽 但是各位來看一下 家庭主婦危險主犯排行榜 排行榜都出來了 危險 所以我們列了三條 這三條當然有依序的 輕重情節不太一樣 我們先從第三個來看一下 最輕微的 最輕微的 大家看的時候圈插牌準備好 好 來看 Top3 省錢吃菜尾 菜類隔餐加熱再吃 是的 這合理啊 合理對不對 百分之百合理的 所以如果有這個情形呢 請舉券來 對嘛 請檢池 真的嗎 省錢是王道 對 其實我以前真的比較浪費 就是當天沒吃 單餐沒吃完 當餐沒吃完 我就會倒掉 這兩年就被昌明哥教育的 說一定要請檢池家 是的 而且你知道清餐一把真的很難炒 對 而且炒出來也不好吃 一定要兩把三把大火炒 炒出來才好吃 沒錯 那你炒了這麼多小孩子吃得少 我們也吃得少 那剩下的你就覺得浪費啦 而且下一餐 你還要再重新切大蒜洗鍋 很麻煩啊 對 對不對 第二餐第三餐 你只要放進微波爐叮叮 就好啦 對 而且菜越微波越軟 越容易入口 最多同樣一道菜加熱幾次 其實三次差不多會吃完了 差不多了 微波三次 對 而且三次你就去他家 對 人就變多了 我都專門幫你清菜味 所以大概也是三次 因為曾經 因為你也知道 我們燈灰它是超級神的 然後它 它東西沒有吃完 它一定就是加熱吃到完為止 然後曾經有那個菜 就是已經 我很少用微波爐 都是用電鍋蒸 因為那時候沒有錢買微波爐 都是電鍋蒸 然後蒸完它就是會黑 黑的我就幫它挑掉 因為我覺得黑的可能就不太好了 我覺得讓它吃比較綠的部分 因為我曾經有問他說 這樣子好不好吃 因為我自己是不喜歡吃這種的 那我會問他 這樣可以嗎 然後他都說都一樣 很好癢 對啊 所以他就 我都是給他吃 那也OK 但是有沒有想過時候 可不可以譬如說 再次烹調之類的 就不是只是加熱嘛 對不對 煮成粥啦 菜就沒有 沒有 飯類就會變炒飯 先生你也不用 因為燈灰太好養 它怎麼黃怎麼黑 它吃的也都一樣 我們家便當冰三天 他還說可以當家 他還是吃掉 好 然後那個油飯 就是已經放車上放一個晚上 他拿起來 然後他吃那個肉 我說我聞說有一點酸酸 他說 他就咬一口 他說還可以吃 他也吃掉 他也吃掉 肚子不舒服嗎 他不會 他說他是鐵胃 真的耶 他擺讀不清耶 他就是這麼的 這樣的一個男人 那也會簡單 你就不用幫他煮飯 你就到餐廳 收一些人家的廚魚 講到這個有耶 真的假的 收廚魚 我只要跟順哥 因為順哥他 喜歡很多人吃飯 但是有時候就是我們 他們就是夫妻跟我 三個人吃飯 然後順哥喜歡叫一桌餐 然後反正吃不完 然後說 保證你們阿花吃 然後我說 我給你帶禮物 他說 我說 然後我就說 對啊 他也照吃 他也照吃 阿布你會自己再 烹調一遍嗎 剩菜剩飯 青菜類的話 煮湯 可以把它丟到湯裡面 因為我今天比如說我要 原來有一盤菜在那裡 然後我今天想要煮麵 對 煮一碗麵就很簡單 那個湯就拿來 而且那個青菜的湯 就直接倒進去 當高湯這樣 就有味道 讚 不辣耶 像我覺得像剩菜剩飯 你知道我通常到第二天之後 我會把它煮成鹹粥 而且你不能單量煮 你還是要加一點勾 新 你前面要放一些紅蔥頭跟蝦米 先爆炒一下 很香 然後再放進前一天的菜跟飯 是不是很好吃 完全又是一份新的餐點 對 而且完全看不出是剩菜菜 絕對看不出來 對 所以就加一點小巧思 又變成一道很好吃的 然後這鍋中又吃了三天 而且我跟你說 有時候我是為了孩子好 那小朋友你一盤青菜 不然他不會吃 對 你把它煮成粥 對不對 它分不清楚 而且菜因為煮過兩三次已經軟了 然後他也看不到什麼菜了 對 小朋友更愛吃 對 所以隔天變成布拉肥收肉粥 結果這一鍋粥又沒吃完 再過兩天再把它變成廣東粥 對 有沒有 就一直這樣變下去 是不是 這是為了孩子好 為了孩子好 還是害了孩子 沒有 你說那隻布拉肥 本來不是布拉肥 它本來大一點越煮越久 對 說了 林醫師 到底是為了孩子好 還是害了孩子呢 這樣反覆加熱OK嗎 其實以營養畫面來講的話 新鮮是最好 但是重複加熱的話 在以前葉菜類的話 我們擔心 硝酸鹽 變成亞硝酸鹽 但是由於蔬菜類 它本身有抗氧化物質 所以事實上它會抑制它的形成 我們知道硝酸鹽毒性很低 但是雅硝酸鹽毒性就很高 在以前冰箱沒有發明 普遍的時候 很多人污嘴病 嘴唇花黑的 特別是家庭主婦 中人婦女 為什麼 他就把剩菜吃掉了 這些剩菜沒有放在冰箱裡 所以矽進分解 矽進分解很厲害 它的雅硝酸鹽就會升高了 就會這樣子 所以記得一定要放在冰箱裡 而且有些人喜歡弄小蝦米 對 爆香 用一些海產乾 小魚乾 因為它含鞍的也很多 還放鞭魚 更容易 更容易產生 雅硝鞍自來物質 是喔 你說什麼白菜乳那種 對 所以事實上 加這種東西的話更要小心 因為你這樣重複的話 大家以為放冰箱就沒事 也是 也不要放太多了 因為太久 冰箱只是抑制吸進而已 它還是慢慢在盤子 會啊 剛剛講到白菜乳 因為像過年的時候 我媽就滷了一鍋白菜乳給我 對 然後還有一鍋控吧 然後那個白菜乳 我就是這樣 裡面已經有蝦米 有都有 然後什麼豆皮什麼都有 然後就是我要吃的時候 就咬一碗出來 微波爐加熱 然後那一鍋 我經常吃了半個禮拜 其實晃太久都不好 因為晃太久 細菌還是不斷在滋生 所以最好你這些菜類的 當餐吃完 不要超過下一餐 下一餐 對 因為你以為冰箱安全 但是事實上還是在分解 那如果以營養學的角度 這個菜類它反覆加熱 營養上面會有問題嗎 除了一些譬如說像類胡蘿蔔素類的 就是它是屬於熱穩定的以外 大部分的營養素它接觸空氣越久 加熱越多次 它其實破壞的就越帶勁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不只是你加熱幾次 你是放在冰箱越久 它跟空氣接觸 因為你蔬菜煮一定結切過 一定把它切成小的 跟你整把沒有煮過的放在冰箱裡面 它容易保鮮 就是因為你切開跟空氣接觸越久 氧化越快 再加上受熱等等之類的 所以它那個營養素 幾乎很容易就破壞光 這素心 如果聽他們兩位專家在講 有的人說這要求很嚴格 那真的 我們這個菜類 你比較接近市井小民 對嘛 這反覆加熱 真的有出問題嗎 當然那個黑嘴病 在台灣現在已經很少了 但是之前其實在中國還是有這樣 就是說 他們一樣吃了蔬菜太太 那個老太太吃了 炒了蔬菜 他們不會馬上放那個 放冰箱都放在桌上 就蓋著蓋著嘛 那蓋著蓋著 就這樣一吃就吃好幾天 後來到也是後來發現怎麼 嘴巴都黑了 後來發現有問題才送醫 可是在台灣比較常見是什麼 他們急診室醫生說 其實像過年後那段時間 因為腸胃嚴送急診的也蠻多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過年期間 煮的飯菜一定比平常遠多得多 所以大家都是一餐又一餐的吃 其實有一個太太是這樣 她有一道菜她覺得第一餐吃 她覺得還OK嘛 然後放到門想說沒有要吃 放回去放好 第二天就拿來疼 疼休又開始吃 又沒吃完 因為那個時候先生兒子都回去上班了 然後繼續放回去 第三次出來的時候 她想說還沒吃了 繼續吃 第四次她在疼的時候 已經覺得她味道有一點怪怪 但有四次 她說就只差那麼一點點 反正只差一點點吃掉應該沒事 那天吃掉之後果然就肚子痛 拗命緊急送醫 結果她是腸胃炎 就食物中毒 對 然後醫生就說你也太節省了 她說可是她都有加熱 她說加熱之後 細菌不是應該死掉了嗎 很多老人家的觀念都這樣覺得 對啊 她說我都有煮 我都有煮到滾 是怎麼還會這樣 其實像細菌的毒素 葡萄酒菌的毒素 要100度C 三十分鐘 才會破壞 那麼久 三十分鐘 這樣滾三十分鐘 三分鐘就差不多 而且有些人怕抗 妳就食物中毒了 最完全不夠 所以那個澱粉類的 金黃色葡萄酒菌 很容易只剩在澱粉類 對 會非常的便當中毒 大概都是金黃色葡萄酒菌 都是在米飯的部分 而且米飯那時候 都通常已經有點黏黏了吧 就是你黃鐙會那個 如果油飯雞腿拿掉 你把那個油飯拿起來 就會發現它砍溪 那就是了 那都壞了啦 白色的勾勾這樣 真的啊 我是吃過西瓜 西瓜放在冰箱 我都一直以為可以冰很久 可是呢 當有一天拿出來切 就我想都在冰箱裡 欸 所以我在廁所轉去下面 有點堪熄奇怪 不太是水 西瓜也會堪熄 下面的水會酸 真的 它會有點帶酸 然後黏稠 你剛剛的方式是怎麼樣 包括有煮粥 然後還有前面可能會三天 然後中間一直不斷的三餐廊 而且我不是用炒菜鍋去圍 我是用微波爐嘛 微波爐應該還好吧 亞蕭酸越加熱 微波也算是會 而且冰箱剛剛就是個迷失了 你細菌以為都不會產生 一直在增加 事實上是不斷在增加 所以等於你放在空氣中一樣 那如果重製呢 現在要煮成粥 再煮一次 對不對 這樣OK吧 要 我們那個粥要滾30分鐘 它的做法其實都是剛好更危險 為什麼 你不斷地滷的過程中 它不斷地形成這 在動物實驗上 第一個 它會傷我們的血管 會造成血管硬化 第二個 它本身會傷害我們的染色體 會造成 豐富的文學造詣 你有貼心給予愛的鼓勵 得不到的時候 永遠會在你心中 在你心中 那你有辦法感受就得不到最後 一次念嘛對不對 因為你們都沒有韓國練 他女朋友在現場 你覺得他答對了嗎 對 欣賞他衝我對不對 請鎖定今天晚間10點 超市金頭腦 您現在收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請你跟我這樣過 它的做法其實都是剛好更危險 為什麼 第一個我覺得微波 比你直接用那個電鍋去蒸 或者是用那個水煮到滾 都更危險 是因為微波很多人常常會受熱不均勻 脊部 有的熱有的熱 很多人在微波的時候都隨便按 根本搞不清楚他們熱 然後外面燙得要死 裡面其實溫度根本還沒發變 反正半一半就熱 所以他們以前常常見的這種食物中途案例 有很多是微波爐 因為它裡面根本沒把它殺菌 你外面以為30分鐘已經把它殺光光的 裡面其實從頭到尾到溫度 脊部在滾燙 但是這邊都靜巧巧的 熱還比較均勻 那請問一下像很多媽媽都很喜歡端午節的時候包100多個粽子 對 然後一直冰到中秋節還在吃 那樣可以嗎 大部分出的問題都是我們講的 你自己一般的冰箱可能已經塞得很滿了 那你在塞進去的時候整個冷空氣沒有流通 所以粽子的那種尖角可能是先冷凍 可是中心溫度還很高 悶在那裡的時候是裡面的東西先開始壞 所以譬如說肉什麼等等的都會開始產生細菌 然後那種有點熱又不是很熱 有點冷又不是很冷 剛好是細菌繁殖最好的時候 所以很多我們都會教大家 你冰進去冷凍 像譬如說你買一包絞肉回來 有沒有 你不是整袋都給它扔進去 因為中心溫度會受熱不均 你要把它壓得薄薄都一樣厚 那如果是飯呢 他剛剛講的主要是那個飯 一樣啊 因為你這個立體的東西 你外面凍了 空氣就不再流通進去了 就裡面還是溫熱的 那這樣緩慢降溫的過程當中 就是細菌最適合增殖的時候 所以冷凍庫也不保險 而且我覺得它力外一招也是很 我個人很不贊成 就是你想說我再加一點什麼蝦米啊 香菇啊 爆香它 然後讚啊 分量更大 可是我跟你講除了分量大之外 有時候這些重新調製的過程中 反而讓你的味覺沒有那麼敏感 說不定你本來 我一吃是覺得它好像怪怪的 可是重新調製之後 味道整個都蓋過去 你注意點喔 你知道我同學她媽 她說有一次她擦裡面 她媽害死就這樣 她說她媽真的很節儉 她每次回家就清冰箱 她媽就會不高興 覺得說東西又還可以吃 幹嘛要丟掉 所以母女常常因為冰箱的事情戰鬥 有一次她又回家吃東西 然後媽媽就做一桌 做一桌她就開始吃了 她就吃了某一道菜之後 什麼奇怪的味道 她說媽啊 這應該壞掉了吧 想不到她那一次 她媽媽居然默默地 完全都沒有爭執 就默默地收起來拿去倒掉 她說不是這個哪裡 她說我剛才覺得怪怪 我想說你看 不帶起來出來 才想還算 還想要嗷嗷看就對了 好討厭 味覺很重要 可是你把它重新在那個時候 重口味過去 你可能甚至就 就吃太多 因為本來的呢 應該有本能的 就很像人家說 這個食材不新鮮拿去油炸 炸完之後你就不曉得 對 意思是這樣 那你那個粥 下次我去不要請我 好不好 你要知道粥不能吃 你看以前老人家過年的 大年初一的菜是不是吃完 到初二出山就通通煮成一鍋 大道菜 對啊 所以那一波你要知道 在醫院的門診上面 過年一結束常常是高峰期 問題在這裡 對 好來再來我們的危險Top2 來看一下 肉燥 乳肉一鍋吃三餐 不只吧 這不只 三個月都有可能 三個月是久了一點 省時又方便 對啊 這個怎麼可能 這個太正常了吧 浩然你們家人口眾多 我昨天才滷了一鍋豬腳 哇讚 你知道因為 一定又是一大鍋對不對 因為以我們家家庭主婦做的 第一個 所以我覺得每次做一餐廚房 要再整很麻煩 那像這種肉燥啊 咖哩啊滷肉 就是很方便 因為你滷一鍋在那邊 然後就可以吃個三天 然後你每天只要把它加熱 然後旁邊煮一鍋白飯 就搞定了 而且像這種滷肉這種豬腳 你知道第一餐吃還不好吃 一定要第二第三餐 要隔天一下 對 而且又入味起來 而且你去外面餐廳 你沒發現很多那種生意很好的 它那個滷汁旁邊 老滷 老滷 而且它好香喔 就是要這樣 對 然後順便再加顆滷蛋 在裡面一起滷豆干 我昨天是煮了很多滷蛋 滷蛋泡第一天還不好吃 昨天才煮是不是 對 我們今天就去吃 太久了就不要了 對 最起碼要到第二天 第三天那個滷蛋 才變成整個生意 有點接近甜的 對 這樣才好吃 對 那這個對於單身廚當然更方便 超級 我跟你講我剛剛不是講 我過年的時候嗎 大年初一 我媽就那一鍋 就讓我帶回家 然後一直到元宵 還沒吃完 兩個禮拜 沒有到後來 到後來我不敢吃了 你知道嗎 因為我打開它的時候 因為那個過年時間到處跑 出去玩什麼 打開它發現 有可能 就是已經有一點 有一點 有一點白白的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我們家是這樣 因為一鍋豬腳滷完之後 但是我們家 大概就是我最愛吃 其他人都不太愛吃 所以每次滷完一鍋 幾乎就我一個人吃 我一個人吃不完一鍋 大概會有五到七天的左右 每天配 每天配 這東西呢 沒辦法嘛 因為我們不能浪費 那我就問亞良 吃這麼多天 你這樣不會壞嗎 他說不會 因為滷的東西 你只要每天把它煮沸一遍 煮滾 煮滾了以後 讓它自然降溫 這都是我媽媽教的 對 古早味的智慧 對不對 這樣就不會壞了 我說OK 所以滷到可能第四天 第五天 那個豬腳有時候 我再滾完 它那個表皮已經 有點黑黑焦焦的 對 會到這個程度了 但是吃起來那個味道 雖然不落頭一兩天 但是還OK 不會痠 所以你的緊繃就是七天 我還沒試過一個禮拜以上 那就是會反覆就對了 對 會反覆 來 漢可媽 是 我們家怎麼會可能 只有吃三餐 大概至少三十餐 那一鍋滷肉 對 如果把它倒掉 會先把它冷凍嗎 不會 就一直冷藏啊 就冷藏 然後也是跟昌明哥講一樣 睡覺前要再把它用大火滾過 然後千萬不要用筷子去拉 然後有一次我就質疑我婆婆說 這樣真的不會壞嗎 他說你懂什麼 外面賣的東山鴨頭還有鐵蛋 全部也都是這樣從來沒有倒過滷汁 對 他們都是老滷再加新滷汁 對 一直不會換 那個才叫傳家寶 做生意靠那一鍋 對 對不對 可是一連吃這樣一個禮拜 還是會有點膩啊 我跟你講 我媽媽曾經燒一鍋牛肉 那個是只有牛肉可以做 那牛肉你是不是吃了兩三天之後 你會膩嗎 然後就把那個牛肉挑出來 就去把它炸乾 炸乾或是用微波或是烤 你知道像那個雲南泰國 他們很多那種牛肉乾 就是弄到很乾很乾 灑一點胡椒當零嘴 真的很好吃耶 真的假的 為什麼沒吃過 因為還沒有做給你吃 就是那個牛 變零嘴喔 對 就變成零嘴 你這牛肉就把它去炸乾 或是把它烤乾 要很乾喔 然後再灑一點胡椒 就變成硬硬的 然後當零嘴吃 很好吃 這樣應該不會壞 因為沒有水分 不會壞 因為整個沒有水分 它整個都是已經脫水的狀況 但是其實這個我們不限制在 只有肉類 我覺得這應該算是蛋白質類 肉啦 海鮮啦 魚啦 都算 對不對 魚也會 一開始我用煎的嘛 新鮮的魚就煎一煎吃 可是我如果吃不完的情況下 我會先冰起來 一樣保鮮膜包著就冰著 然後 maybe三天之後覺得 那個魚好像還在耶 拿出來 還沒砍吸 還可以 味道沒有變 可以 然後來煮個紅燒好了 就直接把它改變一下 讓它不會那麼乾 新的口味 因為你冰過了之後 它會稍微乾了一點 可是你用紅燒 讓它裡面的肉 又開始有肉汁這樣 那如果味道有點 有一貨 有一貨 加一點米酒 加米酒 還可以殺菌嘛 摳黃燈灰來吃 對啊 那維尼媽 三個小孩 你們加這個東西 這是省囉 很多都是要剩菜剩飯再回來 像我們就是常常會吃那個香腸 那如果說這一餐吃不完就會 搭去你知道嗎 對 我就會直接很聰明的方法 用香腸炒飯 喔 小孩超愛 而且再加一點鳳梨 香腸炒飯就 很好吃啊 不賴不賴 下次你可以試試看用那個韓國泡菜 真的嗎 你家韓國泡菜炒飯 小孩泡辣啦 是這樣子 那炒給我們 好 所以呢 這個如果是肉類這樣反覆再加熱 那那個問題在哪裡呢 其實肉類反覆加熱 有很多毒素會產生 毒素 還好吧 溫度越高 產生的種類 數量越多 我們說的肉類就是蛋白質類 是不是 溫度越長 產生的越多 像我們的肉類 最擔心的就是一種 氧化氮固醇 我們叫做氮固醇氧化物 這種東西的話就是 不斷的乳 不斷的煮也會產生 油炸的燒烤的產生更多 漂亮喔 它本身你不斷的乳的過程中 它不斷的形成這 膽固醇氧化物 在動物實驗上 第一個 它會傷害我們的血管 會造成 第二個 它本身會傷害我們的染色體 會造成癌症的風險 又是癌症 所以這個氧化膽固醇 其實是蠻重要的一個課題 都冰在冰箱 沒有說每天都拿出來加熱 會好一點嗎 當然 你每天只要 我要吃的部分 豐富加熱 這樣就會好一點 要吃多少 加熱多少這樣 對 大陸也有研究 它是說 你加洋蔥 加這個大蒜 還是加紅茶 可以抑制它的產生 就加一些東西 但是古早人說 我們這個每天沸騰一下 沸騰一下 那不是OK嗎 那是真的細菌的部分 說實在的 你們三位會去外面吃人家的 老乳滷豬腳 蛤 不會 零食你不吃 素杞你是不是 你不要假 你 我很久才會吃一次那種 很久很久很久 你有看過那種 我比較怕 很怕 沒有 可是你們一般不會覺得 你走過 你聞到那種味道 對你們 沒有 我們專業來講 我們覺得那是一個蛋白質 嚴重變性的味道 真的 我跟你講 我們聞的味道 我聞是香的不少開胃 我們的味道看你們聞到那種味道 有一次我去有一家 好著名的那個牛肉麵店 我一進去那個店 我會說 誰家狗很久沒洗澡在那裡 是我們聞到我們的蛋白質 超級小英雄 大家好 我是可愛姐姐 超級小英雄 要送禮物給大家囉 只要到 合拜媽咪跟網盒 超級小英雄按讚 有機會可以得到 由上上文化舉辦的 全腦開發的夏令營喔 喜歡去每個禮拜天的 早上十點 超級小英雄 Super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請你跟我講過 但是古早人說 我們這個每天沸騰一下 沸騰一下 那不是OK嗎 這是針對細菌的部分 針對細菌的部分 我們現在講的是 你反覆加熱 你富含膽固醇的 像我們剛剛講那個COPS 就是膽固醇的氧化物 的這個東西 它是你這個食物 越富含膽固醇 你在高溫 不管是烤的 炸的 或者是乳的過程 反覆高溫加熱越多變 它是因為自己被氧化 膽固醇被氧化 其實就是自由基的部分 然後裂結成很多種 氧化型的膽固醇 之後因為你身體 是需要利用膽固醇的 膽固醇對你身體 不是全部不好 你的細胞膜上 都有一定成分的膽固醇 你吃到這種不好的 它被你身體拿去利用 就會讓你的身體的很多機能 出很大的問題 包括我們剛剛談的 血管的硬化這種是最基本的 然後致癌的這種風險 所以像一鍋乳肉裡面 如果有蛋 有肉 比較起來一定是蛋產生的 這個膽固醇氧化物 COPS 要來得高很多 所以蛋比較危險 因為它富含膽固醇 它富含膽固醇 那所以像花枝那些 也有什麼膽固醇 對 那更高 因為花枝的膽固醇 比所有的肉類都要來得高很多 所以我們講 只要膽固醇越高 所以有一種東西 其實風險是最高的 大家常常忽略 可是加工品非常多 叫做蛋黃粉 因為基本上 蛋的整個膽固醇 都在蛋黃 所以如果你吃蛋白 是沒有膽固醇的 那蛋黃有一種那種 經常你要上色啊 糕餅或什麼都要去買蛋黃粉 OK 新店面包店 蛋黃 對 它本身磨開來之後 接觸空氣的氧化 越多的 然後磨得越細 再經過再製的過程 然後再加到你的 那個所謂加工品裡面 去做高溫的烹調的時候 其實它產生的膽固醇量 就是氧化型的膽固醇量 就非常高 那如果這樣講乳蛋 如果它重複加了兩次三次 我只要吃蛋白 蛋黃不要吃 就比較安全 對 當然它本身 你那麼捨 你怎麼可能不吃蛋黃 不要這樣 一定多吃啊 我也怕膽固醇過高 下次我送你嘛 其實是有一些教授 去做過一些研究 譬如說你在乳汁裡面 添加冰糖 白糖 就是糖 然後跟譬如說 我們剛剛講一些抗氧化劑的部分 譬如說像迷迭香 然後或者是說 你看像茶葉蛋 本身放茶葉這件事情 它可能就會比你 只有純粹的乳蛋 它產生的COPS要來得低 就是因為它本身抗氧化之後 就不會讓什麼 就不會讓膽固醇容易被氧化 那最慘的一種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炸本身已經高溫了 已經容易氧化膽固醇 再加上如果你的油炸油 本身是回鍋油 它含的自由基量是非常高的 那加速過程就會更慘 所以環境跟食物本身都有關係 所以你說如果我們乳豬腳 乳肉這些東西 我們要再回製 我加一些迷迭香 或者是加冰糖 加一些冰糖 或者是茶葉 這三樣東西都是OK的 本身抗氧化的東西 會好一點 對 它的生成量是有差的 可以加洋蔥大蒜 洋蔥大蒜也OK 就紅燒魚搞不好就有加對不對 對 OK吃個月 那我就邊吃滷豬腳 邊吃滷豬腳邊喝茶 是不是OK 它產生在裡面了 對 所以你要在滷汁裡面去做處理 而不是吃的時候配什麼東西 油炸的肉類 燒烤的肉類 叫你之前給它浸泡 浸泡在洋蔥大蒜 還有初級的那個橄欖油裡面 隔天再去處理 油炸燒烤 它可以減少很多致癌物質的產生 喔 是喔 那預先做處理 對對對 那所以如果這個肉類菜胃 如果反覆加熱加熱這樣 有案例嗎 就是有一個那個健檢診所 他們在做健檢的時候 就發現有一個38歲 還滿年輕的家庭主婦 我就一看進去 他大腸息肉還滿嚴重 然後後來檢查就發現 已經有初期的癌病變 他想說你這麼年輕 可是有一個特徵 他體重很重 他那個時候已經70公斤了 然後他說 那你飲食上有什麼特別的習慣嗎 因為38歲 得大腸癌也還算滿年輕的 他就說因為他結婚之後 我要節儉 所以三餐之後的那個 菜胃都是他吃的 那有時候吃不完 就是他跟你相反 你是把菜胃給黃鐙輝 他是把新鮮的給小孩跟老公 自己就菜胃 就在處理處理 就他自己吃 因為他老公他們又很喜歡吃肉 所以他的菜胃很多都是肉 就懷疑因為他長期都是吃那些 反覆加熱的肉 可能是很重要的原因 有可能 但是如果照剛剛他們的重製法 譬如說浩然的這個牛肉變肉乾 牛肉乾 對不對 然後阿布 紅燒魚 紅燒魚對不對 還有這個是香腸變炒飯 這樣子 這樣子不OK 其實是不OK的 也不OK 更高溫 因為你變成肉乾 要高溫燒烤 對 要油炸 那產生更多自來物質 沒有 他沒有炸 他只有弄乾 燒烤 對 燒烤一樣 一樣啊 烤溫更高 溫度越高 產生了自來物質越多 他是論溫度 而不是論方式 一樣 就溫度越高 時間越長 這兩個因素 認得一個 都會產生自來物質越多 你那香腸 其實香腸在加肉 加熱的時候 炒飯 就亞硝胺就出來了 對啊 也是自來嘛 對 因為它裡面加亞硝酸鹽 只要加熱 就亞硝胺 不一定要吃進去 吃進去 細菌再分解 也會變亞硝胺 你加熱就產生很多了 對 所以香腸的烹調 最好的方法 先煮鍋 把亞硝酸鹽煮掉 再來烤 現在可以買那種 它就不添加 它有標榜 它就不添加亞硝酸 那就會好一點點 不然你就要加一些蔬菜 蒜苗蒜苔 這個時候炒的時候 夾勢還來得及 對 一直亞硝胺的行程 是喔 天啊 先煮過也是一個好方法 那紅燒魚呢 也不好 紅燒魚 假設放兩天啊 三天這樣應該還好吧 隔山或許還好啦 兩三天太多了 對 可是我覺得我要提醒 另外一種也常見 因為現代人有時候 比如說自己在家吃火鍋或什麼 也會比如說 想要新鮮 有那種蒜魚蒜肉的感覺 所以他們可能是買那種 比如說生魚片級的 或是買一些那個 就放在那邊有沒有桌上 然後要吃的才放進去算 或者甚至像你們 有沒有去吃喜酒 然後有一些生魚片 那想說生魚片不能打包啊 然後想說那很簡單啊 我先把它丟到那個火鍋煮熟在那個 可是事實上你可以發現 它那個生魚片啊 它放那麼久之後 然後再煮熟 當場你可能覺得它沒有壞到 可是它裡面的那個組織胺已經慢慢 因為它不新鮮了 慢慢不新鮮就會產生組織胺 你知道嗎 那你回家 組織胺並不會被你熱破壞掉啊 所以他吃了回家 有一些人就開始 吃了覺得很奇怪 怎麼這裡癢那裡癢 以為是過敏的 其實不是組織胺 那如果是冰在那個冰箱 譬如說有時候我會去買那個 快到結束營業的時間 打對折啊 生魚片啊 那回來我可能不直接吃生魚片 我也是拿來煮湯 但它原本保存是在冰箱 會好一點吧 應該是好一點 因為紅肉魚 紅肉魚就組織胺炎 所以細菌一分解 就變組織胺 所以紅肉也要特別小心 那我就買白肉的魚 對 比較好一點 皮魚也會有啊 就是那種冷藏煉鍛煉啊 因為它那時候有冰 可是你買回家的過程 到底是多久 對不對 甚至有些媽媽經常買的生魚 有時候又去不去逛一逛 現在那個都可以要冰塊啊 對啊 要冰塊放在上面冷凍就好 你要充分處理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要充分 生鮮的東西一定要充分處理 說實在的 你們三位會去外面吃人家的老乳乳豬腳嗎 蛤 不會 離世你不吃 舒青你是不是 你不要假啊 你 我很久才會吃一次那種 很久很久很久 很久吃一次 營養師吃不吃 其實我不會喜歡吃那種一整 你有看過那種鍋 我比較怕 對啊 沒有可是你們一般不會覺得 你走過你聞到那個味道 對我們 沒有我們專業來講 我們覺得那是一個蛋白質嚴重變性的味道 真的我跟你講 我們聞的味道 我聞去香的不知道開胃啊 我們的味道跟你們聞到這個不一樣 有一次我去有一家好著名的那個牛肉麵店 然後一進去那個就是強調他們什麼牛骨 什麼什麼都進去熬有沒有 對 我一進去那個店我會說 誰家狗很久沒洗澡 對啊 因為我聞到那個味道啊 那個蛋白質變性的味道 就是壞掉的蛋白質的味道 而且 那個東西就是譬如 黴菌細菌在發酵過的那種味道 你知道 我們都覺得那種味道是怎麼樣 我可以形容一下嗎 那種空氣當中 其實是有很多黴菌的包子 這就是為什麼你東西放著 它其實會發霉 它會壞 就是空氣當中有很多是有包子體 就是為什麼有些人 那個季節在交替有沒有 這一陣子濕又熱之後 包子都會 黴菌都會噴發出來 你的空氣當中是很多包子 那有些人就會過敏 你吸入很多你會過敏 那食物就會很容易壞 對啊 因為它在空氣當中 可是它一直在加入啊 因為油脂又一葉變成 沒有 黴菌的包子 是很耐高溫的 殺不死的 對 這就是為什麼 很多人家裡不是有病癌 也是黴菌啊 但是它噴出來的包子 就會落在你食物裡面 那你這樣講的話 我們都通通不能吃了 就算主要再健康 你放在家裡包子 還不是掉下來 所以不能放 因為它要萌發也需要時間 你不能等它吸收營養長出來 趁萌發之後快吃掉 要一家生意好的 它很快就賣掉了 賣掉了 不要那個到了隔天還沒賣掉 一直滷一直滷 一直滷賣不出去的 不要找那一種 可是常常一直滷一直滷 就會覺得它越來越鹹 但是鹹不就是也是保鮮嗎 對不對 人家都是說越鹹 但不是對健康好啊 是不會壞 醃漬類的東西不會壞 但是很容易受一些雜菌 或者是你腎臟不好 納甲離子就會很高啊 你這樣一直褐殼 一直濃縮 沒關係啦 再妨害一下 如果他們當天有什麼煮湯啊 或什麼 或外面有什麼 他們出去吃火鍋 火鍋湯裡包回來 他他還就會用那個湯 幫他煮一個麵 然後菜就弄旁邊 這樣就熱 因為他就喜歡吃熱的東西 對 就有一天呢 風吹來的時候 突然間覺得腳痛得要命 開始痛得要命 痛得要命 就去看醫生 醫生就發現這太瘋了 紋力推開 好 現在收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請你跟我這樣過 醃漬類的東西不會壞 但是很容易受一些雜菌 或者是你腎臟不好 納甲離子就會很高啊 你這樣一直褐殼 一直濃縮 沒關係 加點大蒜 加點蔥 對 再妨害一下 你看 今天黎儀是有站在我們 平民化的角度 對不對 因為我們沒辦法說 一滴不染 對 但是我們怎麼樣去做平衡 這很重要 對 好 來再來到了危險Top1 來看看 單餐的湯底加料 再煮美味又省錢 厲害 對 湯最鮮美 這個最棒 不一定常打爆中吧 有 一個人 那個清湯那天有沒有 打包 分開打包 對 然後你鍋子打包回去之後 就是想加什麼又加什麼 對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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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如果真的比較大鍋的話 說真的 那個吃四餐午餐沒問題 對 而且不只麻辣鍋底 你有沒有打包過水煮牛肉 水煮牛肉 它不是整個它是湯的嗎 很像麻辣的那種 對 那那個湯底 你把它打包回去 然後回到家之後 你只要隨便肉片再下去煮 煮一煮 又是一鍋好吃的水煮牛肉 好香 好好吃喔 我的媽 可以吃三天 不只 不只啊 不只 你就一直滷 不亂的滷 然後滷滷滷滷可能每天煮煮煮到 差不多你膩了 差不多丟掉 起機會嗎 我一定要這樣子啊 因為我們去吃麻辣鍋 不管是麻辣鍋 然後泡菜鍋 雙白菜鍋 都一定會這樣子 然後都 其實後來麻辣鍋 本來是已經變很勾 我們不是要加水嗎 但是後來人家說不要加水 其實麻辣鍋的湯底都是加茶 所以現在只要麻辣鍋底都是加綠茶 無糖綠或無糖紅茶 所以你可以撐很久 一個禮拜絕對沒問題 真的 水煮牛肉下次也可以試試看 我們加麻辣鍋也是加茶 那個肉煮出來那個味道不會高 不會 很好吃 加茶 更好吃嗎 不是 怎麼加是 是你回熱的時候 麻辣鍋的時候煮到第二餐 第三餐它會濃 然後再加茶 我加的是我們加茶葉去泡出來的茶 你是真正的茶葉 對 真正的茶葉泡出來的茶 但起奇的你是便利商店那種 對 便利商店 那煮出來味道都OK 就吃不出來 麻辣鍋的那個湯頭的味道 像我還有一些 譬如說有時候 我們小朋友愛喝玉米濃湯 或我自己愛喝南瓜湯 那有時候你煮了兩三天 可能小朋友不愛吃南瓜 跟玉米濃湯 那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有去學過烹飪課 那我就想說 老師那樣煮 我就稍微變一下 我就把一些多餘的料撈掉 然後只剩下南瓜跟高湯 我就用果汁機去打 打完之後再加一點那個水 然後煮 煮完再加鮮奶油 就跟餐廳的南瓜濃湯 一模一樣 我的天啊 你好內行 對啊 然後玉米也是這樣 玉米湯也是去用果汁機打打的 再把渣渣濾掉 再加鮮奶油下去煮 很好喝 很好喝耶 後來很厲害耶 因為在法式餐廳 義大利餐廳 它那個湯頭就是這樣 因為你單這樣煮 小朋友他看到一塊一塊南瓜 他就不想吃了 那你去稍微變化一點 再加鮮奶油 很好喝 而且保證不留隔餐 絕對不會 喝光光 對 好方法 其實很多人吃火鍋 都喜歡泡湯底 泡湯底 但是其實湯底有很多問題 這樣你要不要加魚丸 有 要不要加魚香製品 當然 不然怎麼好吃 裡面有沒有黃五季 那也在丸子裡嗎 對 它是榮心的 煮一煮掉下 它的青菜有沒有洗乾淨 有沒有榮藥 都在湯裡 在裡面 對不對 還有呢 現在釘西鵝鵝 也做烏煉 也做魚丸 再加料 煮越久 濃度越高 還有這個 很多那個普普林類的 喝一喝就通風發作 對啊 還有甲離子 鈉梨子 這個加蔥薑算沒有用 沒有用 吳姐啦 你加茶不行 我本來很想說對耶 加茶咧 他們有加茶 加茶也 加茶也可以吧 對 不行啊 鈉甲離子還是在 補油還是在 而且還有一種新菜是特別的 醃製的 像說這個 還有酸菜白肉 它加熱越久 亞硝酸鹽越多 加熱 酸菜白肉鍋耶 對 它在醃製的過程中 續徑就把硝酸鹽 分解成亞硝酸鹽 大概在幾年前 中國大陸 它有去針對 他們有一家火鍋店 就做了一個檢測 就針對不同的鍋種 去進行檢測說 裡面的亞硝酸的情況 就發現撿出最高濃度 最濃郁的那一鍋 就是他們那裡 他們那裡不是像我們吃酸菜白肉 他們是吃酸菜魚 酸菜魚片鍋 所以四種鍋裡面 最濃的亞硝酸最多就是那一鍋 酸菜魚片鍋 就是因為那個是已經 又有蛋白質 然後它又加上有這個 醃製的胺 醃製的菜 又有那個 所以整個很大 它不只是亞硝酸鹽 亞硝胺也有 那我就加很多的水 把他沖蛋 然後再加菜葉 煮兩公斤的大蒜這樣熬 沒有用啊 那也太累 就為了那個湯底 像我的病人 洗腎的病人 去吃火鍋 喜歡喝那個糖 高湯很好喝 喝一喝 馬上 車一開到醫院的地下室 門一推開 倒下去就死 那濃度非常濃 心臟衰竭啊 對 因為為什麼 蔬菜一邊煮 假禮脂一邊融在裡面 那如果我們是一般都健康的咧 你經常累積 你的腎臟負荷量很大 最後就慢性腎衰竭 那我們一個月吃一次 這種成年湯底 要嘛剛開始的時候 先咬起來 對 煮到後來 什麼好料的都有 那肅清有什麼嚴重的案例嗎 把大家一棒敲醒嗎 其實還好耶 因為大家很少會天天這樣做 那之前有一個 對 但是有一個人他也是應該 說不定就是黃鐙輝 沒有 他就是因為他通常工作到很晚回家 所以他太太習慣做 他最喜歡吃的就是說 如果他們當天有什麼煮湯 或什麼外面有什麼 他們出去吃火鍋 把火鍋湯裡包回來 他太太就會用那個湯幫他煮一個麵 然後菜就弄旁邊這樣就熱 因為他就喜歡吃熱的東西 他就覺得吃冷的東西就很糟糕 所以他幾乎每天晚上又加班回來 就這樣吃 結果有一天風吹來的時候 突然間覺得腳痛得要命 開始痛得要命 痛得要命 就去看醫生 醫生就發現就痛得要命 是喔 因為他不能三餐這樣吃 他老婆還心疼他說 因為晚上都這麼晚回來 因為加班 什麼險金什麼 也都送給他吃 結局就是 後來腳就腫得非常的大 所以你說的那一種高湯 它是主要是煮肉類 對 他們當天他煮什麼湯或什麼 就一直煮一直滾的 就是他 他喜歡那種濃濃的湯的感覺 我上次我去一家餐廳 也不是餐廳 他那個就是人家開牛肉 牛肉湯是非常好吃有名的 然後我去那邊吃 老闆說 好久沒來了 然後還特地包了他的湯底 他們在熬湯煮牛肉算一下 有沒有 他說這個做生意 沒有這一鍋 他的便叫關門了 你知道嗎 那個才會好吃 他包了一鍋說 你回去下面煮湯 對 他就是愛那個 他就是愛那個 就是那個 我還跟他90度覺得謝謝你 這個是包啊 所以你說的就是這種湯底 對 就是煮的這些肉 沒有覺得吃掉一點 但是很好喝 對 超好喝的 因為他還標榜說 我跟你講我其他什麼都沒加 就只刷牛肉 牛肉這個經年累月 一片又一片 經年累月喔 對 因為他們就叫老乳 都沒關過 算過 你知道就算 所以他那個精華 那個湯一喝起來 真的是 牛喔 天啊 真的很棒 有牛在嘴巴裡叫的感覺 牛 都想叫了 好不好 我做高湯底 就是家裡自己要煮火鍋 我不會用白水嘛 那我就會把洋蔥買來 全部切一切之後熬過 湯是非常甜的 然後洋蔥的肉撈起來 就是那個湯底 那湯底就非常的好 一天兩天 很外面的安全一點 安全 你看 因為我們看得到自己家什麼 對啊 除非咬來想害你 因為有 面對處處毒害的環境 所以你去海產店一看 那邊有個水珠蝦 你們有時候以為是青苔或者是海藏 對啊 那你都以為那時候 有很多是孔雀實力已經染在周末 不用怕 請你跟我這樣過 你這個小蘇打粉搓一搓 泡個十五分鐘 對 再用你吃完檸檬汁的檸檬皮靶 把它搓一搓 我們有最強的毒物專家 提供最強效的排毒方法 防毒健康第一品牌 每週一到週五晚上八點 請你跟我這樣過 您現在收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請你跟我這樣過 可以看譬如說皓然剛剛也有她自己的處理方式變濃湯嗎 對 如果說我這樣果汁雞打過再加點鮮奶油這樣煮會怎樣嗎 或是有什麼更危險嗎 那這樣子也不太OK吧 像那種全骨根筋類的 你把它放在果汁雞打散了之後 就是血糖超容易沖高 你就超容易胖 就是糖分非常容易吸收 再加上你又加奶油 鮮奶油 然後因為整個混完了 你就會全部喝掉 它是鮮奶油跟奶油不一樣 就是只是更好喝而已 真的嗎 鮮奶油就還是油 鮮奶油OK吧 還是油啊 還是油 還是油 正常人家一樣意思 拜託耶 那種刷刷鍋 對啊 超好吃 到最後一定要煮粥加飯 而且那個一個人大概消費 要一千塊以上的刷刷鍋 還幫你煮 高級的他幫你煮 就是撒上一些紙菜啊什麼 然後夏天回家吃點心再配一個啤酒 好正點喔 然後痛風如果不發作才會起 但是我們沒痛風這樣吃OK吧 但是真的也是非常的 我覺得是相對不理想 因為本來那些湯 你是不會完全喝完的 但是因為做了粥的 這樣的一個褲子之後 或勾芡的 對 你就等於把它所有 剛才林醫師叫你不要吃湯裡面的東西 一股腦全部零零劑 通通吸收帶勁 雖然你現在是健康的 但是我們不知道 未來還是不是 健康到幾歲 因為包括剛才講的 它不是只是普林而已 那些高甲或高納 或其他的推加物 草酸都會在那裡面 那如果今天真的有一個行家 他的老魯整個湯底這樣 哇 他的開店鎮寶的東西 送給你們 你收不收 不收 你不收 他是絕對不會拿的啦 你拿不拿 我會拿來賣給別人 醫療師拿不拿 你也不會拿 你不會拿去說 稍微的煮湯煮粥 只是這樣吃一次 一個月只有這麼一次 你也不拿 如果你可以譬如說 1比5西式 對不對 然後你用的那個湯 不是像全部勾芡做成羹湯 會全部進到身體裡面 不是全喝的那樣子 對 那可能會好一點 那我想問一下 如果不是從外面打包回來的 我自己家裡就是湯嘛 你一定會有時候煮火鍋啊 你是因為熬一個大骨湯啊 我也煮了蔬菜啊 加了肉片啊 但這樣一樣吃了好幾餐 所以就像如果 我做高湯底 就是家裡自己要煮火鍋 我不會用白水嘛 那我就會把洋蔥買來 全部切一切之後熬過 湯是非常甜的 然後洋蔥的肉撈起來 就是那個湯底 那湯底就非常的好啊 你用蔬菜的 你不要用肉類 用蔬菜的 那蔬菜的就可以一再的回溫 也再的回溫可以嗎 不是 我會煮完一次之後 我煮火鍋還是有肉耶 凍成一盒一盒的 一次拿一盒出來煮 分開 但我如果不是凍的 我就是那一鍋 我這一餐沒有吃完 我接下來再繼續吃 可是你放東西進去煮了之後 東西就開始融在裡面了 對啊 對啊 所以就越來越濃 越來越濃 我想一天兩天吃完就好 還OK 對啊 會比外面的安全一點嘛 安全 你看 因為我們看得到自己家什麼嘛 對啊 除非亞蘭想害你 沒有 沒有 就是看得到自己家人會比較安全 因為現在高湯底很多 不是用新鮮食材熬的 它是用粉去調的 對 你現在想要有什麼化工原料 都可以調出來給你 而且大骨湯也不安全 不是大骨 大骨湯不安全 對啊 千呢 千多 百分之九十的千都在大骨裡 中間鎖 對 對 用海菜啦 用蔬菜去熬湯是最好的 嗯 好 所以你看我們今天呢 就針對這些家庭主婦的危險 煮飯排完榜 不管是菜 肉還是湯 就是說我們再回收再利用 當然我們秉持著我們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文化 我們的勤儉持家是 從以前的以前的以前就教我們的了 但是呢 我們還是要留意 在健康上面的危害 我們還是要運用得當 既然教大家一些新的觀念 還是稍微改變一下 為了健康 那加蒜加薑你們還是很少 家裡必備品 家裡必備品抗氧化 至少可以多吃個兩餐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你早上要走秀千萬不可 不行 真的嗎 他會水腫之後 他又會引起血壓上升 嚴重的話 是會中風 因為他血管會煙燙 走秀走到一晚中 今天晚上八點 請你跟我這樣過